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教会成绩单 容许我就直接做一个总结 你已经听完了 跨界祝福就是我们的成绩单 我们总是到人生的一个阶段 都想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到底做得怎么样 我们每天在生活 我作为一个父亲 或者有作为母亲的 或者作为学生 作为老师 我们总是到一个程度 我们就想问这个问题 到底我做得怎么样 作为教会 作为基督徒 作为我们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 我们也是总要到一个时刻 我们要停下来 我们都要自问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 到底我做得怎么样 而如果今天我们一起问这个问题 到底这一个小小的教会 皇后圣光教会 到底做得怎么样呢 我们要怎么看呢 是的 我们就看这个月就可以了 我们看跨界祝福这个领域 我们到底做得怎么样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成绩 各位主内的家人们 两个星期前 我站在这里的时候 我应该是其中一个 第一手告诉你们 那时候哈马斯 向以色列 耶路撒冷 克拉维夫 这些地方发动攻击 应该是 我是其中一个 第一个告诉你的 当然 很快 两个星期 应该是两个星期过去了 这两个星期 你已经被这一些 巴勒斯坦 以色列的 这一个新闻轰炸了 各样的报告 我发觉真的是形成热潮 TikTok也好 Insta也好 很多不懂从哪里 冒出来的YouTuber 博主 全部都在谈这件事情 那这两个星期 我也心中焦急 因为不久前 就有一个少年人 出现在我面前 然后就跟我讲 我已经完全了解了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 整个事情 哇 这么厉害 然后 他说他已经上网 做了很多的研究 看了很多东西 然后他就觉得 哇 他已经很了解了 这个真的是蛮厉害的 因为像我们做牧者的 都已经看住这件事情 不是算天 不是算小时 甚至不是算年 是算年代 十年十年这样子看 这件事情 还是不容易的 那过去这两个星期 其实我在不同的教会讲到 所以说很多其他的教会 感恩我都有机会 可以跟他们分享这件事情的一些观点 理解这一个事情 今天终于回到你们当中 太好了 这是我的家 感谢赞美主 所以说我能够回到你们当中 跟你们一起来分享 到底两个星期前发生的事情 到底是一个怎么一回事 我们应该要怎样看待这件事情呢 其实两个星期前发生的事情是因为两年前的这件事情 在两年前的时候 亚伯拉罕协议初步的成行 这是非常震撼的 亚伯拉罕协议 大家看单单这边几个人 大家大概看得到 现在这个国旗很敏感 所以说大家要小心 两年前很震撼的就是亚伯拉罕协议 它是什么呢 以色列跟沙地阿拉伯 沙地阿拉伯在整个伊斯兰教的世界里面 是具领导地位的 因为在伊斯兰教里面的三个圣地 其中两个就在沙地阿拉伯 那沙地阿拉伯初步地与以色列达成了协议 就是他们会开展他们的外交关系的正常化 就是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 经过了这五十多年 是处于敌对战争的可以讲是说那种状态 他们要走向友好 这个是两年前发生的事情 亚伯拉罕协议 对一些国家人民 应该说对大部分的人来讲 哇 这个肯定是好的事情 终于中东这一个一直在战乱 不平的地方 终于可以迈向他的和平 但这很可惜啦 后来这个人大家认识吗 这个人大家懂他是谁 我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假的人 不过这个是我的观点 那时候的美国总统他输了 他输了以后继任的美国总统就决定 不要完成这个亚伯拉罕协议 原因是什么 不大懂 可能是他不想 这个是他上一任总统做到的 他不想给他光荣还是怎样 他就决定hold在那边 不要让整个协议完成 那在广泛的伊斯兰教世界里面 有一个 有其中一股势力是 非常非常不喜欢亚伯拉罕协议的 这股势力就是所谓的伊朗 伊朗 并且伊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它承受很大的压力 我知道大家可能也有留意一些的新闻 伊朗最近有一个女生 她因为没有带头巾 在地铁站里面就被人打死 伊朗现在她在面对这样的压力 就是女性呢 她们想要争取 我要不要带头巾的自由 当然整个社会的氛围 法律的压力 政府的压力 是要强迫女性 一定要带头巾的 所以说在伊朗 在它面对国内的压力的时候 我们很差的程度相信这件事情 所以说伊朗呢 如果这个亚伯拉罕协议 最后能够完成 对伊朗是更加的不利的 所以说呢 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在两个星期前 那天是星期六 就是安息日 回家阿拉伯国家 就是很喜欢 就是在以色列安息日 拜五到拜六 这个时间发动他们的攻击 那同样的这一次也不例外 又是选在一个安息日的日子 星期六发动攻击 其实星期五的时候 有一些比较亲近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 已经通知以色列了 就是他们的情报 已经告诉以色列说 要恐怖袭击 接下来会有一个很大规模的 但是可能以色列已经打惯仗了 打了五十年 没有输过 所以说他们也掉以轻心 结果就在两个星期前呢 五千个火箭炮 揭开了序幕 然后就向耶路撒冷 特拉维夫这一些地方 发动他的攻击 并且大家现在都很熟了 如果两个礼拜前跟大家讲 大家还不懂是什么 在加沙和以色列的边界 有六个custom 有六个关桥 让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人可以互动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有一点是像 好像我们新山和新加坡那样 很多巴勒斯坦人 他们是要进入以色列工作的 然后呢 两个地方在一起 然后有很多东西 是很多的关联的 有六个custom 有五个是以色列控制 一个是埃及控制 那五个有以色列控制的 这些关卡呢 同时间火箭炮一射出去的时候 同一时间 哈马斯就向着五个custom发动攻击 很有规划 很聪明的 他们的武器比不上以色列 但是他们用很聪明 很有智慧的方法 五个都成功突破 甚至俘虏了很多以色列的士兵 这个就是在两个星期前 那一天突然间发生的事情 现在我们往回头看 按照埃及 或者是一些比较亲近以色列的 阿拉伯国家的情报 或者分析 我们相信是伊朗 去跟哈马斯 就是鼓励哈马斯 做这个东西 而且如果他们要这个计划成功 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摧毁亚伯拉罕协议 如果他们要亚伯拉罕协议成功的话 这一次的攻击不是那种小小的 我们知道以色列巴勒斯坦从来没有平静过 常常有各样的示威 火箭炮的攻击 炸弹 一些我们可以定义为恐怖袭击的 各样的事情会发生 所以说这些都习以为常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不能够达到最终的效果 所以说这一次的攻击 必须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强度 才能够真正收到它的目的 果然这一次的确是这样 如果我们以恐怖袭击来看这一次的话 这一次哈马斯对以色列两个星期前的攻击 就把恐怖袭击带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是前所未有的 以前可能所谓的恐怖袭击是这样 大家不要怕 我只是举个例子 可能有一个人拿一个bag进来放在那里 然后就炸弹 我们就一起死 这样子而已 他的恐怖袭击就差不多到这个level 已经很叫人难以忍受了 但是就是这样 但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 他再up一个level 他不单炸炸炸炸炸了以后 他还一家一家进去 进去家里把妇女把小孩绑架带走 然后困绑那些以色列的兵 特别是女兵 把他们绑架起来带走 所以说他一定要让他去到 叫人难以忍受 就让他去到 你不能够接受的情况 所以说这个就是他的目的 然后他就要以色列 很冲动地 很大力地来反击 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和犹太人 在那个地方纠缠了五十年 所以说他们都很了解彼此 阿拉伯人知道 以色列人不是吃素的 我这样讲 sorry 得罪大家 如果我们华人 人家蹦我们一下 我们就怕了 我们就讲不要乱 要紧 这个我们华人的个性是这样 犹太人不是这样的 犹太人不是耶稣的门徒 耶稣是这样子讲 有人打你一边的脸 我们就另外一边的脸 也给人打 这个是耶稣讲的 犹太人不接受 犹太人相信的是 你打我一边的脸 我就打回你两巴掌 所以说也正如所预料的 立刻以色列就向巴勒斯坦 哈马斯宣战 宣战之后 以色列就开始狂轰滥炸 就开始他的打回你两巴掌的动作 就一直炸 炸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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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炸到今天 对不对 就一直这样炸到今天 我们就看出这个 两个星期前发生的事情 现在基本上已经从一切的媒体中消失了 现在大家来到这里 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大家就是看到 哇 以色列好像疯掉了 以色列好像疯掉了 所以说各位弟兄姐妹 这件事情也给我们学一点东西 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气的时候 生气是上帝创造给我们 我们会生气 然后生气是一股能量 什么时候你会生气呢 当你看见不合理不公平 当你看到被剥削 这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里面就开始生气了 然后你生气到一个程度 那个能量储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的拳头就想出去了 可以吗 我们就要生气了 但是呢 问题是在现在的社会里面 在现实的情况是怎么样 你生气 挥出去的那个拳头 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这个就是以色列的情况 他生气了 犹太人生气了 他就开始挥拳头 一拳一拳打下去 但是打下去能解决问题吗 打下去 犹太人的情况有更好吗 我们知道现在 整个国际社会 基本上是谴责以色列的更加的多 所以说接着下来 我们就发现有很多人道的危机 以色列现在也要下一步的攻击 下一步从陆地 要结束哈马斯 在加沙这个地区 完全地解除他们的控制 这个就是现在接着下来的发展 那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要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是 这些事情的发生 特别又发生在这个月份 是上帝向我们发出一个信息 当然我们都要祈求 世界的和平 千万不要选边站 千万不要去 我支持巴勒斯坦 我支持以色列 不要做这种事情 上帝没有要你做这个事情 当你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 神没有要你做这些 但是当你看见这件事情 一直在演变的时候 你当明白 上帝向我们发出的信息是什么 其实整件事情 不断地向我们验证一件事 就是上帝的话语 是可以相信的 你手上的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语 你当带着敬畏 当有智慧 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圣经中许许多多的经文在告诉我们 例如说 我只是选了其中一个 在数百个数千个预言里面 我选了一个 主耶华如此说 我要将以色列 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 又从四围聚集他们 引导他们归回本地 这一节经文是以西节写的 离现在大概两千六百年前 两千六百年前的时候 以西节写下了这一句话 他预言以色列人要被分散到全世界去 但是更奇怪的是 要从全世界又要再回到他们原本 他们的地方 这个是以色列的预言 我常常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是华人 我们华人是源自中国 我们第三代 我是第三代 我就没有再想回去 以色列在公元 大概七十年的时候 罗马帝国攻破耶路撒冷以后 然后以色列持续地有动乱 所以说最后罗马帝国就下令 所有的犹太人都不可以留在以色列 或者我们今日称为巴勒斯坦的这个地方 全部要离开 就从那时候开始 公元七十年 历经了一千九百多年 或者说两千年 来到五十年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以色列才从各地回归 我们是华人 我们才离开中国第三代 来到这里 我们就没有再想要回中国了 我们没有想要回中国 不过那天我有做一个调查 在一百多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是想要回中国的 我蛮惊讶的 改天我有机会遇到他 我要讲 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对中国还是很向往 但是很奇妙的 以色列经过两千年 如果我是第三代 我不想回去 两千年是多少代呢 我们如果算一百年三代 三代算一百年的话 两千年是六十代 六十代的以色列人过后 他们还是想回去 甚至到现在 我们看到以色列在打战的时候 现在在美国 很多犹太人又开始卖物质 卖车 丢掉他全部的东西 然后就回去 有一个记者就访问一个犹太人 因为他现在就准备 在美国的东西全部不要了 然后就要回以色列去 他就访问他 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决定 你的决定的原因是什么 那犹太人回答说 这个是很自然的决定 我的国家正在打战 我就要回去 所以说对他们来讲 好像就是很自然的 这是难以想象的 然后他们就回去 然后回去了以后 但是上帝又很奇妙 我们知道 我们圣经其中一个很大的篇幅 是在预言末日是怎样来到 这个世界怎样结束 在这个末日来到的时候 有一些事情是必然发生的 例如说耶路撒冷 例如说圣殿 敬拜耶和华上帝的圣殿 这些都是必然发生的 但是很特别的 五十年前当以色列回国的时候 上帝又好像有一点故意 以色列拿回了大部分的地方 但是上帝就按住耶路撒冷 不给以色列 所以说以色列一开始复国的时候 是没有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就是他最重要的地方 是整个他们信仰的焦点 但是耶路撒冷就被按住 耶路撒冷不属于以色列 后来几次中东战争 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然后呢 犹太人成功控制了古耶路撒冷城 就控制了那个地方 但是上帝又 很特别的 上帝又按住一个地方 不要给犹太人 什么呢 耶路撒冷整个已经被犹太人控制 被以色列人控制 虽然里面是有各种各样的人 我们当中有一些 有到过耶路撒冷旅行的 你们就懂 到了那边 其实在耶路撒冷里面 有基督教徒 有天主教徒 有犹太人 有巴勒斯坦人 有不同的人 他们都相安无事的 各自在各自的地方都很好 就像我们今天 马来西亚各个民族 如果没有那些政客的话 我们都很好的 没有那些政客整天喊 我们的权力被剥削 华人来占了我们什么 没有那些人喊 其实今天我们各个族群都是很好 各个宗教我们都很和平的 以色列 耶路撒冷也是这样 里面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他们都很好的 但是上帝 犹太人控制了耶路撒冷 但是上帝又按住一个地方 不给犹太人 就是最重要的圣殿 圣殿山 就是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 亚伯拉罕带以撒 要献给上帝的那一个地方 那一个地方呢 上帝又不给犹太人 所以说犹太人虽然控制了整个耶路撒冷 但是最重要最中心的那个圣殿呢 犹太人只有一面墙 就是出名的枯墙 大家听过吗 所以说犹太人没有办法上去圣殿来敬拜 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不能 虽然这五十年来 他们一直在打圣仗 但是不能 所以说他们只有一面墙 所以说犹太人每一次就到那面墙那边 一边哭一边祷告 希望他们有一天 可以真正在上帝拣选的圣殿里面 来敬拜耶和华上帝 这个就是这个的情况 所以说上帝又特地按住 因为我们知道 最后如果世界要进入末日的话 圣殿一定会重建 圣殿会重建 等圣殿重建了以后 基本上世界就是在倒数 按照圣经的预言 我们就可以倒数 开始算日子 这个世界要终结 这个是圣经的预言 这样子来进行 而且按照圣经的预言 当最后耶路撒冷圣殿重建 这世界会发生一件很奇特的事情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我请大家来读一下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来读 视为恨恶以色列家的人 必不再向他们做赤人的经济 伤人的祭礼 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这个我读给你们听 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 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我们相信按照圣经的预言 最后的世界大战叫做哈米吉多顿大战 事实上这个字哈米吉多顿 就是末日的意思 希伯来语末日的意思 所以说你看按照这个预言是什么 以色列会怎么样 会被全世界或者他视为的人都恨他 讨厌他 非要置他于死地 然后最后发生在以色列的 那一个世界末日的战争 是众王 就是全部那种所谓的大势力 大军王都要聚集 就是都要来打这一场战 结果我们发现 最近这两个星期 你不看到按照整个圣经的预言 在快速地发展吗 你知道以色列只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很小 当我们看地图的时候 可能很难找得到 一个这样小的地方 但是今天全世界都在为着 以色列巴勒斯坦在示威 包括我们马来西亚 这个是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孩子被打扮成这样 这个是另外一间学校 另外一间学校 是你的学校吗 是你们的吗 这样子 包括你 马来西亚 那天 一个礼拜多前 他们更险 去Migweary 本来是去 走走 吃东西 突然间接到炸弹 说有炸弹 有人虚报说 你没有炸弹 全部疏散 更惨的是他们的车 趴在Migweary Saukey的下面 全部疏散 车都不可以拿 只好在外面等到凌晨12点 才可以回去拿车 那个小小 一个小小的地方 在那边 他们在打仗 全世界都好像要卷进去 这样子 不只是我们这些 属于比较说 回教世界 伊斯兰世界的地区 连那些欧美 美国 欧洲也是在示威 每个人好像在抗议 选边站 我支持巴勒斯坦 我支持以色列 怎么样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一位 这一位是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 就是中国的伊斯兰教徒 这位叫做伊利夏提 他是中国维吾尔族的领袖 他就感叹 他就觉得很感叹 中国的维吾尔族 其实这一段时间以来 一直受到欺压和剥削 但是没有人理他们 没有人为他们 出来四个威 或者讲什么话 他们同样是伊斯兰教徒 但是没有人理他们 你懂我们 很靠近我们的缅甸 其实现在也正在打仗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踩他都啥 关我什么事 对吗 这么靠近的 没有人理 怎么我们的学校 不办缅甸州 大家办缅甸人 一下为缅甸 缅甸罗西亚人 也是全部是 伊斯兰教徒来的 没有人理他们 没有人在管他们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是有政治的考量的 我们知道现在 例如说我们的首相 我们的政府 这么反应好像很积极 其实是有很多政治的原因 所以说像这一位 他就很感叹 他们被欺负 没有人站在他们那一边 没有人为他们发声 这个伊斯兰 这个维吾尔族的 这个领袖 他就很感叹 讲出这句话 其实我也蛮感叹 其实我也蛮感叹 各位主内的家人们 让我们就有聪明智慧 来分辨 我们有聪明智慧来分辨 现在我们就看住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 很多人误会 叫他做经顶回教堂 其实他不是回教堂来的 在伊斯兰教里面的地位 他是远远高过 清真寺或者回教堂 伊斯兰教里面 把它叫做圣殿 跟犹太人同样的教法 就是这一个 他建在原本圣殿建造的地方 这个是伊斯兰教的 第三个圣地 甚至其中一个哈里发 曾经讲过 如果伊斯兰教徒 你没有办法到麦加去朝圣 你就来耶路撒冷 这个地方朝圣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 就是现在犹太人 每天在山下 在那边哭的那一面墙 哭墙所在的地方 我们现在看到是怎么样 我们看到 以色列已经好像失去理智了 一直在狂轰滥炸 我担心的是什么 我心中担心的是 他真的失去理智 犹太人失去理智的话 如果他敢敢就把这个拆掉 然后重建圣殿的话 就是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全部人就投进去要打了 而且按照圣经的预言 我讲一个就好了 太多预言 所以说我们讲一个 因为那日子以前 就是世界末日之前 有那大罪人 就是成人之子 或者我们叫做敌基督 会出现 他要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所以说 圣殿会重建 这一个人会出现 然后呢 这一个人会坐在圣殿里面 自称他是上帝 然后呢 这个就进入 最后末日的整个阶段 那我心中感慨的就是 各位主内的家人们 我们要有智慧 我们要警醒 可以帮我提醒旁边的人一下吗 你要警醒跟旁边的人 你现在要做的 不是选边站 或者是去骂 或者去思维 骂犹太人 骂以色列 或者骂巴勒斯坦 不需要 这个不是你需要做的 但是你要有智慧 你知道这个世界 许多有相关利益的人 他们绑架宗教 绑架民族 然后制造那个矛盾和仇恨 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我觉得我讲这个东西 我在其他地方跟其他人讲 他们不理解 OK 但是我现在是在马来西亚 跟大家讲 大家还不明白 你还不明白 你自己看我们国家的事情 就明白了吗 我都讲了我们国家 我跟我的马来邻居 有极好就有极好 最好就是他 我们有什么事情 有事情的是那些要得到利益的人 他就喊民族 喊宗教 是这个教的站这一边 不是那个教的 对面就是我们敌人 打败他们 甚至杀死他们 各样的东西跑出来 对不对 那你还看不清楚这个图画 然后我们还傻傻地 跟着这些媒体 跟着这些所谓的政治上 有权力的这一些的人 整天在跟他们起舞 然后很没有好好去思考的 就是说 啊 以色列人错 啊 回教徒被欺负 啊 整天像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我们不够警醒 没有智慧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相信如果大家有留意 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资讯出现 而在这个时候 就有一个比较让人瞩目的 就是哈马斯的其中一个头目 创办头目的孩子 他现在人在美国 那他现在人在美国 然后呢 他分享的一些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当他终于明白 他的敌人 不是那个拿着枪 在打他的犹太人 他说他终于明白 其实他真正的敌人 不是那个以色列士兵 拿着枪在打他的 那一个以色列士兵 他终于明白 他真正的敌人是仇恨 他说他终于明白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得到释放 后来当他读圣经 读到耶稣说 要爱你的仇敌 恨你的 要为他祷告的时候 他就决定信耶稣 他说他 他也很难过 因为他知道他的家族 他的族人 期待他做什么 他们期待他拿起枪来 向犹太人发动战争 然后像英雄那样的 死在冲突里面 他知道他的家里面的 每一个人他的族人 希望他这样子 但是他现在却选择走一条和平的路 选择不要有仇恨 不要有仇恨 难怪耶稣在两千年前 耶稣预备要钉十字架的时候 耶稣来到耶路撒冷 大家还记得 耶稣最后要钉十字架之前 他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做什么吗 耶稣看见耶路撒冷就哭了 耶稣就哭 耶稣为什么哭呢 耶稣讲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我多次要召集你们 好像母鸡召集小鸡那样 我要拯救你们 但是可叹 耶路撒冷拒绝了耶稣 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说 我巴不得你知道那末后的日子 那将来要成就的事情 我巴不得你们可以脱离那日子 这是耶稣就来到耶路撒冷 圣城的时候 就是这样哭泣 而今天我们就是在看见 耶稣两千年前的哭泣 来到今天 一步一步地实现 所以说各位主内的家人们 不要去制造仇恨 不要去选边站 不要觉得我是基督徒 我就要站在以色列那边 我已经解释了这整个事情 以色列的基督徒 还少过巴勒斯坦的基督徒 以色列人 犹太人 他们是不接受耶稣的 他们的基督徒很少 愿意跟随耶稣的 他们叫做拿撒热派的 就是跟随拿撒热人耶稣 很少 巴勒斯坦更多基督徒 巴勒斯坦更多基督徒 例如说 在早一个星期 新闻主要报告的是 以色列发动飞弹 炸掉一个医院 对吗 大家有听到这个新闻吗 不过后来以色列就出来讲说 不是啊 不是我们炸的 是你们自己炸 那个火箭炮没有油了 掉下去自己炸掉那个医院 其实那个医院 就是基督教的医院来的 是基督徒建在加沙地区的医院来的 所以说这个不是基督教和什么宗教之间的战争 千万不要去选边站 不要说我是 因为我读圣经整天读到以色列 所以说我一定要支持以色列 不是这样子讲 但是呢 神要我们警醒 来到这里 我们要明白 圣经一直在成就它的医院 你今天所读的圣经是确实的 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的明白了以后 我们就越过这件事情 我们就直接去到耶稣基督的心意里面 那耶稣基督没有不谈世界末日 耶稣基督他是很认真的 很详细的来谈世界的末日 那耶稣基督谈世界末日 最主要记载的经文 就在《马太福音》第24章和第25章 然后呢 24章耶稣去描述 整个世界末日来临之前的一些的征兆 一些状况 耶稣提醒我们 他说无花果树发芽的时候 你就知道夏天静了 当你看见这一切的事情成就的时候 你当知道人子已经静了 所以说耶稣不要我们傻傻 不懂这个世界发生什么 经历什么 耶稣基督引导我们 要我们去思考 这个是在第24章 耶稣主要在讨论的 然后呢 经过24章以后 耶稣就进入第25章 耶稣进入《马太福音》第25章的时候 耶稣就用三个比喻 或者我们讲三个故事 耶稣是用连续用三个故事 向我们解释 让我们可以明白 那我们现在要怎样准备世界末日 如果你感觉 你看到圣经的预言 一样一样的实现 你感觉 哇 真的是末日靠近了 两个星期前 我跟教会一群弟兄姐妹吃饭的时候 我就讲 这个可能是我们末日前 最后一顿晚餐了 他们就笑我 我也明白 因为我是很务实的人 我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但是我真的是看到一件一件一件事情的实现 那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知道有一些人就赶快辞掉工作 不做工了 很多邪教啊 那种异端教派 说世界末日要到了 就叫他们 辞掉工作 不要做工 物质卖掉 钱捐给教主 我不是教主 不过你们要捐给我 可能可以考虑 OK 然后把钱奉献给教主 然后就去躲在深山野岭 等世界末日来 傻的 OK 世界末日 耶稣没有跟你讲 要这样预备 你不用持工 不用卖车 卖房 不用 耶稣是用三个故事 告诉我们 怎样预备 第一个故事叫做 十个童女的故事 这个故事很清楚 耶稣在故事里面 自己解释 他在讲这个故事 到底为什么讲 他说你们要警醒 不要傻 OK 因为世界末日的时候 这世界会很混乱 包括现在整个媒体 整个东西在很混乱的时候 你们要警醒 不要傻 帮我提醒你旁边 你所爱的朋友 弟兄姐妹 跟他说不要傻 不要傻 不要人家 煽动一下 你就去那边 煽动一下 你就去那边 煽动一下 就把屋子卖掉钱 拿出来奉献给他 不要 OK 所以说要警醒 不要傻 然后要警醒 要做什么呢 耶稣就继续讲了 第二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就是三个仆人的故事 三个仆人呢 主人就来分东西给他们 一个有五千 一个有两千 一个有一千 那这个故事呢 又清楚地告诉我们 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就是 你不需要卖房子 卖什么 重点是 你要预备好 要跟把这一切 分给你的上帝交账 上帝会来问你 我给了你这些东西 你到底做了什么 这个就是交账 OK吗 交账 你知道我们在现今的世界 我们怎样看一个人有成就 或者说一个人高还是低 我们是看他拥有多少东西 对吗 我们看他拥有多少东西 学生们怎样看谁比较厉害 就是看他拥有多少个A 对吗 拥有多少个A 他越多A的话 他很厉害 那我们在社会上怎样看 他有多少个0 在他的银行户口里面 有多少个0 他开什么车 住什么房 有几间房 有几个东西 可以吗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怎样看 人成功失败 厉害不厉害 我们就看你拥有什么 但是耶稣在这个第二个故事 告诉我们 大家请记得 你不要傻 你不要傻 耶稣告诉我们的是 重点不是你拥有多少 重点是你用了多少 重点是你到底怎么样用 你现在有的东西 有些人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一出生钱就是多 人就是帅 又美 以后还长得特别高 真是气人 但是上帝最后末日结束 我们见上帝的时候 上帝不是算 你又高又帅又美 上帝不是这样子算的 上帝是怎样算呢 上帝是跟你算 你又高又帅又美 请问你做了什么 请问你怎么样交那个账 你怎么样用 所以说对于上帝来讲 对于上帝来讲 来我们一起读一下 不是你拥有多少 不是你拥有多少 而是你怎么样用 上帝给你的东西 所以说你不用羡慕 旁边那个比你有钱的 懂吗 你看他很有钱 你就笑他 还不知识 这么有钱 又不要好好用 世界末日要到了 你就知道 不要啦 这样又很 又不要这样子 但是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那个加Mers的 加Mers OK 又怎么样 那个 可以吗 你懂我在讲什么 所以说它的key point 它的重点就是 我们都要交账 来这句话 我们一定要大声地读 读进我们心里面 我们一起来 因为多给谁 可以吗 你多给你 就像你 上帝就跟你算 我给你这么多 那请问 你做了多少 如果你这么多 就是乱用乱花 然后买起来 完全不明白 上帝的心意 是怎样 那你就可怜了 可以吗 但是相反 你说 哎呀 上帝 我今天很少 那个五千 两千 几千 我好像连一千都不懂 有没有 没有关系的 因为最后 上帝 荣耀显现 末日的时候 上帝打开 不是看你的银行 剩多少钱 是看你用了多少钱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用你的每一分钱 上帝是看这个 好 第二个故事讲完 就是让我们明白 不要说 以为我在世上拥有多少 就决定我的成败 然后耶稣就继续讲第三个故事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好了 我终于要开始讲今天的道了 OK 大家放心 OK 那他就讲嘛 重点是你要怎样用嘛 对不对 那到底是怎样用呢 才是对的呢 怎样用才是真正 你跟上帝算的时候 上帝说 Good 很棒 到底是怎样用呢 所以说从南才的经文里面 他很清晰地画一条线 左边 右边 一边叫绵羊 一边叫山羊 然后呢 为什么你叫绵羊 为什么你是山羊呢 就是你是怎么样用 你怎么样交这个帐 就是这样子 那他到底在讲什么呢 他首先对一边的人 就是绵羊说 来 你们可以 那真正的国要降临 今天人整天打来打去 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打来打去 要真那一块地方 世界各地也是这样 我们这里也是这样 缅甸也是这样 美国也是这样 全部人打来打去 要得到权利 要得到什么 耶稣说 不用这样打 等末日来临的时候 那真实的 那从创世以来 最好的国度降临 那时候 国度会有你的位置 然后呢 他对绵羊说 我饿了 你给我吃 我渴了 你给我喝 我做克里的时候 你们留我住 来 我们继续读 这一些的人就要承受永生 这一些的人就要进入那天上帝亲自成就的国 就要进去 你知道这一段经文不是那么容易解释的 所以说蛮多人不大敢去讲这一段经文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你们可能有接受过三福的培训 或者说你们可能有些人教导你们 好像今天 如果我们今天来到天堂的门口 天国的门口 天堂的门口 有听过这样的问题吗 然后天堂的门口的掌门人就问你 我这么要给你进去 所以说你们懂 好像经过三福培训 或者一般的教会 给的答案是什么 不懂啊 你们都没有来教会很久 一般的教会 或者你们有经过一些培训 答案就是 因为我信耶稣 对吗 因为我信耶稣 我是神的孩子 所以说我可以进去 对吗 但是按照南财那段经文 不是这样讲 按照南财那段经文 是讲什么 耶稣会先问你 你是绵羊还是山羊 然后你就回答 我不是羊 我是人 然后耶稣讲拜拜 拜拜 那你是 这里你进不来 去那里吧 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 这个经文 跟圣经其他在讨论 得救 得永生的经文 好像有一点困难 所以说通常我们就不懂答案 我们就先放一边 我们会有这一个困难 这一个掌力在里面 但是我请你明白 其实它并没有矛盾的 耶稣的焦点是什么 其实耶稣虽然他讲 你要我饿了 你给我吃 我渴了 你给我喝 耶稣所有讲的这些 最后的焦点 还是回到他自己 其实他最后耶稣 在这个整个 他只是换一个方法 来告诉你 当你去到天堂之门 永生的入口的时候 你要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真正重要的就是 你跟我的关系 我们每一个人跟耶稣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透过认罪悔改 我们透过相信接受 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 因为这是我父的国 我既是他的儿女 我当然可以进入这永生的国度里面 这个是耶稣要第一个焦点 他全部都是 最后他虽然是跟我们讲 有饿的 有渴的 有坐牢的 有赤身入体的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要回到耶稣身上 这个是第一个 在理解这一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的 但是当然我们就跟那群人 在故事里面出现在耶稣面前的人 一样问 我们一定问这个问题 我什么时候看你这样给你吃 来看你 来帮你 我从来没有看过耶稣你 然后耶稣也就在他的故事里面回答 这个回答非常的重要 这个就是你怎么交账 可以吗 你以后有钱 没有钱 你以后吃香喝辣 全部就看这一句 来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关键是跟我的关系 耶稣讲 你们跟我的关系 那现在你们跟我 那个关系是怎样建立的 除了你们悔改 相信 以至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 那你要记得这件事 现在呢 你把一些事情 一些好事 上帝给你的五千 两千 一千 坐在一个最小的人的身上 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说当你看到这世界的结局来临 圣经的预言一直在实现 当你越来越可以相信 圣经是上帝的话的时候 你真正要做的是什么 各位 不是卖掉房子给那个教主 可以吗 卖掉那个房子给最小的人 OK 你懂我再给个例子 你们不要明天全部屋子卖掉 OK 但是你明白那个差别是这样吗 所以说什么叫做最小的呢 这个是他的希腊文 希腊文是有跟英文 应该讲英文有继承希腊文的一些语法 所以说在希腊文里面 也像英文那样 有比较级 有最高级 所以说耶稣使用的那一个微小呢 是希腊文里面的最高级 就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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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你坐在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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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人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那我的问题就是 但是现在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 什么谁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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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首先这个最最最最最最小的肯定不是我们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看自己很大 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 整天做什么就是为了我们自己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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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肯定不是你自己 所以说你坐在你自己身上是没有什么用的 然后那个最小的 当然你整天心里所想的 除了你自己 我看就是你的家人了 你的太太 你的先生 你的父母 你的孩子 我们就是想这一个 所以说那个最小的 不是指你的家人 当然我们是华人 我们对我们的民族 我们就特别有情感 我们常常会想念 我们华人讲华语的 我们要怎么样 华人帮华人 怎么样大家 我们会想很多这些东西 所以说那个最最最最最最最小的 就是在这一个人之外 那最最最最最最最小的 他是那些穷苦的人 他是那些跟你没有很大关系的人 他死他活 基本上你也没有什么好关心的 然后呢 他是可能跟你肤色不同 语言不同 甚至他靠近你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哇 他的味道不好闻 不喜欢 当这些人 当这些的人 离我们越来越远的人 就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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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的人 各位 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会改变 懂吗 OK 我觉得这个是金句来的 你可以记住 可能一百年后会很流行 这个是金句 这个世界 我们看这个世界 乱七八糟 仇恨 混乱 你知道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会改变 直到我们终于明白 我们的敌人并不在我们自己之外 你知道今天这世界这么这样多痛苦 仇恨 困难 因为我们整天在找敌人 然后我们都是觉得 敌人就是别人 我会这样是因为他害的 我会这样是因为他害的 我会这个是他是他是他 有的时候甚至我们的父母家人 全部都是我们的敌人 都是他害的 但是我请你记得 你真正的敌人 是你自己 这么准 OK 你真正的敌人是你 自己 当你明白这件事了以后 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你一直 敌人是他 是他害我 是他害我 他害我 你就整天很痛苦 你最后你终于明白 你最大的敌人 真正敌人 就是你自己 然后你要爱的 不只是你自己 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你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你要爱的 不只是你自己 这个世界就不再一样了 然后耶稣就继续讲下去了 耶稣就继续讲 那 我们知道 我们要为最小的人做一些事情 那请问要做什么呢 耶稣说 饿了要给他吃 渴了要给他喝 要住 要关心 要这些东西 耶稣讲了很多 那饿了要给他吃 渴了要给他喝 我们必须要明白 它在一个更广阔的意义里面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 主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所以说我们要明白 如果我们今天要让 我们要做最好的事 我们要爱 最小最微小的人的话 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把上帝的话给他 我们要把福音带给他们 不只是这样 圣经又继续说 雅各书告诉我们 我们再读一下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所以说这告诉我们 我们也不要只是说 我传福音给你 我有给你圣经的话 给你一些安慰教导 That's all 错了 我们也要在物质的层面 各样的层面上 我们要去帮助最微小的人 那我非常的感恩 在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跨界祝福要做的 我们跨界祝福在两年前 不只是去年 在早一年 我们就开始这个计划 我们要跟双福 双福 今天很多双福的家人在这里 还有很多双福的志工 他们都在这里 我们要跟双福有一个合作 然后我们要建立一个双福的空间 经过这两年的努力 感谢主 我们终于在今天 可以有这个双福空间的开幕 而且大概也就在两周前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两周前 去年在我们推展 跨界祝福的时候 大家在这边 大家应该有印象 我们有一位的弟兄 他就上来 他就上来来到这里 做分享 然后把他的话 向我们来分享 这位就是陈文威弟兄 但是也正如我们大部分人知道的 大概也就是在两个星期前的时候 他已经安息了 特别提醒大家 下一个星期天 在双福有一个文威的追思会 一个纪念的画展 我真的是大大鼓励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 都要去到那里 去做这件事情 那文威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真的是充满感恩 文威最后一次来到教会 在教会这边最后一次来到教会 然后之后他身体都各样的状况 然后他最后一次来到这边的时候 是我在讲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讲完了以后我就下去 那文威其实是感觉比较文静的 但是那时候我下去 走到双福的家人那边的时候 他就特地跟我讲 所以说我有点惊讶 他特地跟我讲说 他说是的 他跟我讲说是的 人可以改变的 人可以越来越好 我们可以成长 因为那一天我讲的就是这个 我们每个人要有成长的思维 我们可以一直成长的 我们不用留在昨天 我们的明天可以比今天更好 然后当我下去的时候 他就特地带跟我讲 而我从他的生命里面 也是在看见他在印证 他相信和确实的这一句话 他在差不多疫情的时候 来到双福 接着就跟双福的家人一起 透过线上参与在我们的 崇拜小组各样的聚会里面 后来他也很棒的 他跟双福的几位弟兄姐妹 来报名参加A1课程 可以吗 帮我跟旁边人说 你要来参加A1课程 然后透过线上 线上你知道了 线上大家的状态 都有时候不是很好的 有时候你镜头关掉就睡着了 有时候有听没有听 有时候镜头开住 其实你在开别的网页正在看 这个是网络上课的时候 常常的状况 但是文威总是那一个 很专注在听的人 感谢赞美主 接着这一些的聚会 上帝的话语临到他 他接受主耶稣基督 成为上帝的孩子 他和耶稣建立了连接和关系 然后双福的家人就怎么样 双福的家人就在其他的方面 帮助文威 给他关怀 给他爱 饿了给他吃 可乐给他喝 给他地方住 自身入体给他穿 甚至是训练他 他的老师也在这里 训练他画画 他用这幅画不单 他自己成长有成就 这些画也同时帮助着双福 让双福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 我只能说感谢上帝 这个就是我们期待看到一个人的生命 那最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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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可能没有什么人在意 没有什么人注意 跟我离我很遥远的那一个人 最小小小小小小的那一个人 然后呢 坐在他的身上 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说我请等一下大家 虽然我们现在有一点迟 请大家等一下不要急着离开 我们等一下整个崇拜结束 我们就移步到一楼 我们就会有这个双福空间的开幕 我们就会继续地期待着未来 无论在灵里面的层面 或者是在身体的层面 我们都可以跟双福一起的努力 然后呢 使这件事情能够完成 我们能够把最好的 把好的 坐在最微小的人的身上 我们不单有双福空间 我们也有这一个爱灵舍 也有一个角落是爱灵舍 所以说各位主内的家人们 如果世界末日要来临 我们不要傻 如果今天上帝召集 王后圣光 我们全部去到天堂 永生之门的门口 上帝问我们 你们怎么样啊 大家记得你要 你要怎么回答呢 你就要回答 感谢耶稣基督 我是你的儿女 我是基督徒 这个是第一个 你跟耶稣的关系 然后你千万不要吹什么牛 你们应该不会我啦 我去到上帝面前 我就跟上帝吹牛 上帝你看 我带一个教会 人数还不错啊 这几年来是长老会增长 最快的教会啊 你看我的教堂也顺利建起来了 还可以啊 上帝就跟我讲 你这个山羊滚远一点 你千万不需要 你不用 王后圣光的家人 不用跟上帝吹这种东西 上帝也没有想要听 你跟上帝讲 我怎样 其实是等上帝讲 上帝知道 但是你交给上帝的成绩单 是什么 就是 你为这最小的人 你做了什么 那一个在你自己之外 在你家人之外 在你民族之外 在你的关心范围之外的 那一个人 你为他做了什么 这个是上帝在永生的门口 他会问你的东西 你准备好 教你的成绩单了吗 没关系 让我们就一起的努力 我可以问你 不安 谢谢你